第五题一到第15题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第五题也是还好 但是他也是莫尔的基本定义 很简单 留S的原子量为32 意思是下列合者 我们晓得原子量是把碳等于12当做标准 然后我的质量跟碳原子质量比是多少 而算出来的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以莫尔的质量就是他的原子量或分质量 所以 硫的原子量32并不是一公克的硫有32个原子 也不是一个硫原子的质量32公克 而是以莫尔流原子的质量是32公克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意思是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以莫尔流原子质量是32克